好 那我們請偉人幫我們介紹一下有什麼東西 首先看到這一整桌真的是不太像便利商店買的 好 我們是東京走著瞧 我是包伯 主人 為什麼我們今天的主持人不在外面是在家裡的 因為我們今天是2019年的12月31號 然後呢 我們今天要用便利商店的料理 然後來做一個廚藝業的大餐 因為大部分的店家都沒有開 請問現在氣溫大概幾度? 4度 體感溫度零下1度 喂 你在台灣的時候常吃便利商店的料理嗎? 現在很少 那以前在日本的時候呢? 也很少 然後我會吃那個我推薦肉桑的炸雞 對 但是我這邊附近沒有肉桑 好 那這一集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第一家選的什麼麵香店? 全家就是你家 買了哪些東西呢? 買了幾隻炸物啦 沙拉的素材 我覺得這邊全家很厲害 還有7-11很厲害的地方就是他們有現炸的炸物 我們剛剛買的不是微波的東西喔 是現炸 所以等一下回去吃吃看 7-11 GO 哇 滿載而歸 總共加起來四大袋 回家料理啦 好 那我們請偉恩幫我們介紹一下有什麼東西 首先看到這一整桌真的是不太像便利商店買的 對啊 日本便利商店很酷 會有這個 就是在燒鳥店才有的 然後我們剛剛買了由豬肉雞肉跟這個用培根包的 然後另外這個我有吃過 他們的那個Farmy Chicken 就是全家的炸雞 真的超好吃 完全 屌打這邊的那個素食點 然後這邊是 這個很像台灣早餐店的薯餅 然後這個是那個可樂餅 然後另外這個剛剛很厲害的是 是Bob他自己從便利商店買的材料裡面 自製的綜合的沙拉 YES 然後這邊有關東煮 我們買了一些台灣可能比較少見的料 然後這個是我們兩個都很看吃了毛豆 以及剛剛這個看到覺得超酷的燒賣便吧 然後還有一些餅乾跟飲料 還有這個甜點雪梅娘 很娘的雪梅娘 想先請問一下你這個沙拉的絕技是怎麼學來的 這沙拉絕技喔 對 就是去便利商店然後看到我什麼就買什麼了 沒什麼特別的絕技 所以你有小當家的天分 我家的馬鈴薯沙拉 然後Macaroni的沙拉 然後還有各種不同顏色的蔬菜 生活腿 生活腿 然後還有一點蟹肉棒在裡面 有人吃沙拉 來我來品嘗一下你混合的這個綜合沙拉 平常聽講的 是跟外面餐廳的水準差不多 跟外面餐廳的價格也差不多 買了這些阿里布達的東西 因為它的菜是那種不會太乾然後脆脆的 吃起來好像感覺還蠻新鮮的 那請問接下來挑戰什麼 接下來要挑戰Farmy Chicken的雞腿 是帶骨的喔 喔 哇 感覺好汁耶 喔 肉汁肉汁已經溢出了 不過我必須老實說 因為我們很晚才買 而且它剛剛在那個運送路上已經放了一下子 所以它的皮沒有像我之前吃到那麼脆 不過如果你是就是買完之後阿 在路邊直接吃的話 它真的是皮都蠻脆的 然後麵肉咬起來也肉汁很多 好啦我們現在這個是串燒 然後是培根捲 吃吃看 嗯 這個可能因為放起來了 所以有點偏油 那我來吃的這個是 雞腿肉的那個串燒 我覺得這個跟剛剛爸爸講的一樣 就是我覺得串燒類的東西 好像比起炸物可能更不適合放在這個保溫箱裡太久了 因為它整個那個鮮度感覺就不是到那麼油 但我覺得如果你是來日本玩 然後想要嘗試看看便利商店這種現做有趣的食物的話 還是可以吃吃看 那我們來吃吃看這個關東煮 這個東西啊叫做漢杯 然後就是非常非常軟嫩的一個東西 我們直接吃吃看 有種說不出來的奇妙的口感 什麼臉 真的 一咬下去它就會消失 有種像吃雲的感覺 就是 全都是泡沫 對對對 只一煞的花火 對 啊 來吃吃看這個服務袋有點重 這個服務袋裡面啊裝麻糬耶 超好吃的 日本真的是以米為主食 所以這個燒賣還要配飯 所以這是燒賣便當 燒賣 我先跟大家FYI一下 因為從我們買來 然後微波走路回家 然後試吃完到現在 基本上已經過滿久了 所以可以知道拍美食節目都非常的 敬業 非常的敬業 非常的會想台詞 對 對 因為這個味道應該是柏冷 對 柏冷了 柏冷了 那你Review一下它的燒賣怎麼樣呢 我覺得它的肉還OK 但它可能皮因為已經 放在微波放久了 所以吃不出那種 就是 應該有一點Q彈感 然後飯就冷掉了飯 所以就還好 好 拿它這一道 我又不吃了 可惡 接下來吃甜點了 這是剛剛包伯 應該是推薦的雪美鳥 然後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有點像大虎吧 對啊 冰的大虎 對對對 這在它的口 等一下 大家有看到那個紅紅一點嗎 那是我剛剛沒有咬下去的 那它其實是草莓 然後裡面就是包奶油餡 然後外面是mush 嗯 嗯 好肯息 它其實裡面還有蛋糕耶 你要這背景音樂 家男們就知道要幹嘛 接下來我們要來 打電動囉 耶 什麼東西 這應該是 中心總和橋 拍過最廢的影片的一支 對啊 難得拍一點廢片 對 喂 有玩播奧地圖寶嗎 應該算沒有真正玩過 所以這次可能是 第一次玩奧地圖寶 我有去我朋友家看他玩過 我有一個好朋友 嗯 楊偉晨 好久不見啦 到時候又字幕怎麼辦 字幕 沒關係啊 反正那個啊 看誰撿誰倒楣 欸啊 現在立揚在開車啦 立揚在開車 加油一下 加油加油 這是瞄準 然後 這一刻是射擊 哇 一邊要拍 一邊還要學 所以接下來才會滾 原來玩二年狗吧 出體驗 是啊 如果要玩給大家看的話 我會展現一些非常厲害的機器 請放鎖 比方說 用手榴彈怎麼自殺你 好 只是玩一個遊戲好像內心很緊張 還好啊 你想想看你有二十七八十彈 不喜歡玩那種 action的遊戲 不喜歡玩那種 策略性的 再兩分四十秒就要跨年囉 怎麼樣 是什麼感覺嗎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啊 在這地方會有什麼感覺 四 三 二 一 耶 2020年了 2020 2020 那現在已經十二點了 所以我們來做一件 日本人必須做的事情是什麼 哈 子 木 好啊 威恩你對2020的到來 已經到來 有什麼期待呢 剛剛 剛好在路上有講到 2020呢 我相信我們兩個最大的期望都是 東京走橋Youtube頻道 可以破十萬訂閱 耶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阿鎖谷的神明宮 進行東橋2020第一次的 Atsumote 基本上現在是人龍的狀況 哎唷 漸漸要輪到我們囉 耶 耶 那我們拜完到接下來去抽好運啊 GO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去排隊 對 抽籤了 抽抽排一下就能到我們啦 我抽到的是集 運勢集 在哪裡啊 他的那個 運勢很小一個 反正我抽到的是集 我抽到的是大集 耶 天冷喝什麼 要喝乾酒 耶 新年參拜完之後就要喝一杯乾酒 幸福 三個月 六個月 五個月 五個月 以上就是這次 2019 跨到2020的溫馨小Vlog啦 新的一年請大家多多指教囉 好 多沙漠 多沙漠 好 好 適合 好 拜拜